印度就是你美國要跟我好 我能夠得到什麼實質的好處 我就多拿 你軍事要計轉 好啊 第五代戰機的引信 好啊 那美光要來投資 好啊 可是你要叫我在外交上 軍事上 配合你的Quad 外交有可能啊 軍事絕無可能 目前他的軍購百分之八十五十二 而且他沒有條件大量換成美 因為你一定會引起 他跟俄羅斯關係的緊張 他跟俄羅斯關係太深了 還有能源的問題 你美國運來這裡不貴 這麼遠 我覺得印度就是一個相對聰明的問題 他們面對的處境蠻接近的 跟韓國 對 就印度跟韓國 莫迪跟尹錫悦 對對對 做了不同的選擇 尹錫悦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啊 因為二戰之後的韓國總統 沒有人像他這麼愚蠢的 就只有他嘛 這簡直不可思議啊 韓國再怎麼樣 你也要左右逢國 因為你周邊的國家 沒有一個你可以惹得起 你那個方面那個北韓兄弟 出手也是不可預測的啊 那更何況是中國 你不是把自己做死 而且你現在經濟這麼糟糕 所以難以理解 做了嗎